赞成 有五只很要好的狼 他们在商量吃晚饭的事 今天晚上大家想吃什么呢 我想吃的是放了很多鸡蛋的松软的蛋包饭 巴尔刚一说完 比尔就说道 我想要红通通的苹果 带着皮一起啃着吃 接着布尔说道 我想吃放上大个炸虾的热腾腾的盖椒饭 接着贝尔说道 我想吃的是用大家挖来的土豆 做成的软乎乎的炸土豆饼 接着巴尔说道 我想吃的是烤的滋滋冒油的秋刀鱼 大家想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这怎么办呢 有了 猪怎么样 我们吃猪吧 听巴尔这么一说 赞成 五只狼喊过之后 就在看起来猪会经过的地方 躲起来等着 等了一会儿 五只小猪走了过来 喂喂 今天有好吃的了 我们可以每人吃一只小猪 巴尔高兴的说 好 大家一起去捉 一二三 小猪们一个一个的被抓住了 嘿嘿嘿 还是小猪好吃啊 贝尔说 嘿嘿嘿 我已经忍不住了 现在就想吃了 布尔说着 张开大嘴 想一口把小猪吞下去 啊 就在这时 比尔嘟囔着 真羡慕你啊 比 比尔 你的猪呢 布尔问道 为他逃走了 比尔 我的猪 送给你了 我的肚子不怎么饿 听布尔这么一说 比尔就说道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已经忍不住了 现在就想吃 就是啊 躲开躲开 我不太喜欢吃猪肉 把我的猪送给比尔 比尔刚说完 比尔就说道 我不要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还是小猪好吃啊 就是嘛 让一让 我吃不下整只猪 把我的猪送给比尔 宝尔说道 我不要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可以每人吃一只小猪 比尔说 说得是啊 躲开躲开 我今天不想吃猪 把我的猪送给比尔 听巴尔这么说 比尔说道 我不要 当初第一个说 我们吃猪的 不就是你吗 不对 我最初说的是 想吃松软的蛋包饭 巴尔这么一说 布尔也说 最初想吃的东西 我说的是 热腾腾的带焦饭 贝尔也说 我最初说的是 软糊糊的炸土豆饼 巴尔也说 我想吃的是 滋滋冒油的秋刀鱼 比尔 你说想吃什么来着 比尔小声说 苹果 带着皮一起啃 他刚一说完 巴尔就喊了起来 苹果 原来是苹果 嗯嗯 和这么瘦的猪相比 苹果要好吃多了 大家都喜欢苹果 苹果最棒啦 现在大家就去摘苹果吧 巴尔的话音刚落 站着 然后五只狼 放下小猪 跑去摘苹果咯 清爽的风 轻轻的吹拂着 五只狼的脸颊 讲完了